大家好 我是劉宏妍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六遥课堂 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要讲的是 如何判断何处逢冲 冲中逢河 或者是如何能理解 何处逢冲 冲中逢河 所谓的何处逢冲 也就是指挂窑自身相合 挂窑自身相合 这里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六合挂 第一个是六合挂 你比如说什么火山女之类的 是吧 天地痞之类的 火山女天地痞 本身就是一个六合挂 这是天地痞 这是天地痞 就是一个六合卦 还有一个 他不是六合卦 但是他卦中 就有两个谣 他有相合的关系 比如闺魅卦 闺魅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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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种情况都叫挂窑缝合 都叫挂窑缝合 此时此地遇上施令 比如有施令 有施令来冲 有施令来冲 或者说尘土冲许土都行 就是施令冲挂窑 挂窑先缝合 再缝施令来冲 这就叫河处缝冲 所以六合挂也是一样的 六合挂逢施令来冲 都叫河处缝冲 都叫河处缝冲 所以说这是怎么去理解河处缝冲 就是这样去理解它 那么缓过来 冲中缝合的道理是一样 冲中缝合的道理 就是你的挂本身是一个六冲挂 比如说我们是雷天大壮 雷天大壮 挂窑本身是一个六冲挂 或者说不一定是六冲挂 但是它有两个谣相冲 这是六冲挂的一样的一样的一样 或者说不是六冲挂 但是它有两个谣相冲的关系 这个时候如果有施令来和 如果有施令来和 就叫冲中缝合 这叫冲中缝合 但要区分一点是什么呢 六冲挂 它可以和任何谣 你比如说它可以是 卯木和徐土 可以是智火和神经 可以是卫土和武火 就是说施令可以和任何谣 都叫冲中缝合 而灰六冲挂 我刚刚讲了 它可能就只挂中两个谣相冲 其他四个谣不是相冲的关系 那么施令和谣那一定是和乡中的两个谣其中之一 它和其他这谣它不叫冲中缝合 这和数缝冲也是一样的 和数缝冲我们刚刚那个鬼命 鬼命挂了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讲你要用有精 用施令的有精冲那个麻木 因为它是个毛与虚合 它是个毛与虚合 它一定是要冲和谣 一定是要冲和谣 一定是都是这样子的 我说那个鬼命挂 它本身只有一个毛与虚合 鬼命挂它本身只有一个毛与虚合 你冲其他的谣那它没关系了 是不是 比如你施令 假设你施令式的银 它银身冲 它跟毛虚没关系 这个你就不能叫和数缝冲了 它必须是有精冲卯木 或者尘土冲徐土 才叫和数缝冲 所以冲中缝和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得区分它 卦谣本身是不是六冲卦 或者六合卦 或者是只是单程的两个谣相合 单程的两个谣相冲 你要把这个区分开 六冲卦六合卦 我们说最简单 因为它可以冲任谣 可以和任谣 重点在不是六冲卦六合卦 只是两个谣相冲 两个谣相合的 两个谣相冲 两个谣相合的 施令一定是对这两个谣 产生作用 才叫冲中缝和 或者说何处缝冲 或者说何处缝冲 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再透露一点 可以说叫做高级思维 甚至说叫中师师 中师级的思维 透露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看卦的顺序有 一 看施令 止 看施令 初步是看卦谣的旺衰 一看施令初步是看谣的旺衰 判断这个谣是否有用 第二看 汉 汉 汉咬祖和 取用神 定成拜 取用神定成拜 就像我们讲的 比如他六合卦 我们写上习惯性不是都讲六合卦是好事吗 是不是 那不就叫做 看谣组合定成拜 第三步 再看施令 在看施令的冲和木空决心迫害 最终改变挂中的成拜 所以说 这可以叫高级示威 甚至说叫中司机示威 就是说看卦它是有顺序的 这一点我们目前全世界都没有人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步骤与概念 所以这一节口就是讲的 浩素红蔥 双中逢和